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6号 最近一段时间 台湾的局势又非常的紧张起来 美国的导弹驱逐舰 中国的航空母舰先后穿越台湾海峡 今天日本的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 在采访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中共在完全控制香港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而且台湾就是亚洲的一个红线 谁踩来这个红线就会引起亚洲的一个大战 中山泰秀实际上在日本也是享有盛名 对中共是非常的强硬 这次接受路透社的访谈 他主要谈了几个意思 第一点意思 中山泰秀只都非常清楚 中共在完全控制香港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因为习近平他有中华伟大复兴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包括香港 台湾真正的要归到中共的手里 那么台湾就是它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记 它肯定自不量力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 而且香港就是台湾的一个样板 刚开始是一国两制的样板 后来一国两制破产了之后 它全面的控制占领 那么未来也是要全面的仿照香港 要全面的控制占领台湾 所以说香港之后肯定是台湾 这个观点我们以前提出来过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既定的方针 那么最近以来 中共不断的军机绕台 进行很多的骚扰活动 美国的导弹驱出舰在19号的时候通过了台湾海峡 那么紧接着第二天 中共的三冬号航母也是由北向南通过了整个台湾海峡 当时台湾军队高度的戒备 因为三冬号一出来 一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个大事 然后在这天发生了 说明这几天肯定还有中共的一些重大的军事图谋 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情呢 让我们想起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今年8月份 美国的前CIA的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共同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特别强调 今年1月21号左右的三天 就是总统交界日的三天 中共有可能夺台湾 那今年8月份呢 我们也谈过这个话题 当时呢 大家不以为然 但是现在看来呢 确实情况是非常的危急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大选呢 搞成这样一个局面 现在呢 权力的交接可以说还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 美国的政局非常的不稳 那尤其到1月20号 很多人呢 都在猜测到底谁上台 无论是谁上台呢 但是这样一种猜测 这样一种争执 本身就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不稳 那就是那个时候你仓促的开始交接啊 那会造成军事防备 军事指挥方面很多的混乱 那这种混乱的局面呢 就有利于中共呢 承虚矮入 有利于中共呢 对台湾进行趁火大劫 所以呢 8月份这两个前军官写的这个文章呢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预先性 那最近台湾的局势非常的紧张 国军呢 突然宣布要枕边五个摊头防备旅 摊头防备旅就是防备敌人来抢摊 来进攻你的本土或者是夺岛 那说明现在情势非常的危急 有可能呢 中共的军队马上就要登陆 马上就要夺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国军呢 一定要把这个应急的部队给枕边出来 所以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呢 大家确实开始有点紧张了 知道敌情的威胁是非常的严重 国军自己也宣称 他枕边这五个摊头防备旅的目的啊 就是要应对敌情的威胁 那么目前台湾的局势 还有美国政局的这种顿道 这些因素加起来 其实让我们看到那两个美国的专家 他们预言的在美国总统交接日 有可能发生共战台湾的事情呢 完全是有可能的 那习近平呢 肯定是夜郎自大 自不量力 趁着美国的政局发生顿党 然后他实施他的战略 就是继承实施战略 继承实施战略它的核心呢 就是美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把台湾呢给打下来 全面的给控制 等美国反应过来了 回头一看 台湾已经全面给控制了 全面给占领了 这时候再进行夺岛 再进行反扑的话 就会付出太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 要死掉多少美国的士兵啊 所以美国呢 就宣布放弃 这就是中国呢 他的一个精妙的 打算如意的算盘 他认为呢 他的继承实施战略 有可能实现他统一中国 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 那习近平呢 在香港之后 肯定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而且这个步骤呢 会越来越快 那日本的防务长官 周深泰秀 他就指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香港之后下一个肯定是台湾 而且这个日程表啊 会越来越近 那第二层含义呢 中山泰秀特别强调 台湾问题是亚洲的一个红线 那红线是什么 就是战争呢 就跟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就说 叙利尼亚 你如果适用化学武器的话 那么 那就是一条红线 我就会打你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侵占了台湾的话 那么我们日本也会参战 那实际上这是在警告中国政权 那我们知道日本呢 澳大利亚 印度啊 美国现在组成了四方会谈 澳洲和日本也签了协议 那日本和台湾 澳洲和台湾 虽然没有表面上的协议 但是美国和台湾呢 有这个军事协定 所以说他们都套在一块 你如果来进攻台湾的话 那这几个国家呢 都不会答应的 所以这句话呢 实际上在警告中国政权 虽然你有继承式战略 但是呢 你如果踩了红线的话 我们也一定会奋力的反击 我们不惜跟你进行战斗到底 周深泰秀在访谈中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给拜登团队进行喊话 他说目前拜登团队对台政策根本不清晰 他希望呢 能够清晰的政策马上给推出来 而且对中共侵略台湾的意图 拜登团队要做好防备 拜登团队一定要Be strong 就是一定要强壮起来 而且他鼓励拜登团队一定要学川普的对台政策 川普这四年对台湾呢 确实帮助很大 提升台湾的国际空间 加强台湾的军备 对台湾呢 可以说做了最大程度的提升 把他也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呢 他鼓励拜登团队延续川普的对台政策 所以周深泰秀今天接受路透社的采访 他绝对不是空血来风 他说这番话实际上对台湾 对美国 对中国呢 对整个国际社会喊话 对各方面进行了警告 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的严峻 一方面美国 你不要显入在内斗之中 你应该来聚焦台湾的问题 台湾这边呢 有可能发生突变 另一方面 台湾本身呢 要给他提出警告 蔡英文政府呢 实际上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他已经做好了最大程度的一个准备 另外一方面 周深泰秀特别的警告中国政权 你绝对不要踩红线 踩红线的后果就是一场大战 一场恶战 你如果想踩这个红线 那么你经受的呢 将是我们联合起来的打击 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今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十大抗中法案 这十大法案呢 一 是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 二 保障5G安全及其他法 三 外国公司问责法 第四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第五 香港自治法 第六 台北法 第七 台湾保证法 第八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第九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第十 西藏政策与支援法 这十大抗中法案 华为高科技 香港 台湾 新疆 各占两个 这样总共就已经有八个了 再加上一个西藏 再还有一个是外国公司问责法 总共呢 就十个 那我们看到呢 这十大法律 实际上是击种了要害 华为高科技把中共 它的高科技的优势呢 给斩断 尤其在5G方面呢 完全剔除了华为 这可以说是川普政府做出的 对自由世界的伟大的一个公凶 那么新疆方面呢 制定了两个法律 对新疆这些人权恶共呢 进行了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香港方面也是有两个法律 那对香港方面 它取掉了它的优惠的经济地位 那这个是它对它最惨重的一个 经济的制裁 其他香港的高官 涉港的那些中共的高官 也一个一个受到了制裁 台湾方面 还有台北法 还有台湾的保证法 进一步的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加强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提升了台湾的防务 所以说这两个法案 对台湾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西藏方面呢 也在年底通过了 对它的保障支援的这个法案 还有外国公司瘟贼法 就是对中概股进行剔除 你如果不满意 或者是没通过美国的审计制度 那么你这个公司呢 就要在华尔街上把你给剔除出去 现在呢阿里巴巴 中国的很多的一些股啊 很快就要在美国的股市上给消失 这十大法案实际上是美国的国会 来应对中国变成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 这样一个局势啊 他们进行起草 然后通过的 那有力的打击了中共政权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这些法案呢 也说明美国国会确实 把中国政权作为美国的头号威胁来对待 在短短一年之内 就通过这么多的法律 也是创了美国的记录 另外一个也体现了 两个党共同协作 共同认为中共是第一大威胁 所以两党呢 完全的在通过法律方面是高度的合作 那有香港 新疆 台湾 包括5G 这些方面都是共识 所以说他们很快的起早 很快的通过 很快的变成法律 这体现了两党合作的精神 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共威胁美国 已经成为全美国 无论哪个党派共同的一个共识 所以大家不要忧虑 美国的证据 无论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美国的政界 尤其是国会 已经非常清晰地看出来 中国政权就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来遏制 来防备中国政权 对美国对自由世界的伤害 所以呢 美国的两党 美国的整个政界 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我们满有信心 美国继续要发挥 它自由世界灯塔的作用 它自己本身自由民主会越来越成长 另一方面 它对这些邪恶的专制国家 尤其是共产中国 它会进行有效的遏制 有效的打击 中国政权 它在全世界横行霸道 它在中国国内欺负人民 侵犯人权 它的这些暴行呢 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 好 我们今天就评论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 保顺传媒 再见 欢迎订阅